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到这里来跟大家结缘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呢 这个我们的这个邀请的这个团体呀 这个家庭促进会 我觉得这个组织就很有意义 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呢 就是过去就是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单位 这个儒家的思想就是从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那家庭呢 是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 这个家庭和谐的这个社会啊 自然就会和谐 那当然家庭和谐呢 它离不开这个修身和修心 所以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 是以修身为本 一个人不论是我们需要家庭和谐 还是需要有健康的心态 健全的人格 还是我们如何更好地去造福社会 那修身修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所以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把这个修身修心 那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作为我们中国的文化呢 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 有诸子百家 那这个汉朝之后 其实中国文化的主流的思想 主要有三家 那就是卢氏道 所以我们讲到中国传统文化 那一定离不开 就是佛教的思想 那这个佛教呢 它虽然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 但是它在中国有着两千年的历史 它跟中国文化是水鲁交织 基本上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的组成 所以中国人 这个不管是修身修心 那基本上都是建立在 如实道来 这个三种文化的基础上 那我们今天来讲 这个题目叫做 佛教对心理问题的解决 很重点呢 关心的是心理问题 为什么要关心心理问题呢 因为我们中国这个社会 长时间的发展 我们知道 这个中国社会的发展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从贫穷走向富有 那这个过程中呢 人们关心的更多的是什么问题 其实我们多数人关心呢 是物质的问题 过去呢我们以为 我们只要这个 物质条件富有了 我们的生活不好了 我们的人生 一定会过得很幸福 那我们确实呢 改革开放 给我们中国的社会 带来的这种高度的 这个科技的发达 物质的环温 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在这个物质发达之后 这个一样也会带来很多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更多的是属于精神的问题 很多人虽然物质富有了 可能还是不幸福 那很多家庭呢 这个有钱 有事业的 但是家庭也并不和谐 那么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 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 告诉我们的这个世界 是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物质 一个是精神 作为我们每个人的存在 也是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物质 一个是精神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 我们过去在贫穷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过度的关心 物质的问题 但是我们 当我们富有了物质 已经不再是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发现 这个时候更突出的是 精神问题 很多人的心理问题 所以我想呢 解决中国人的心理问题 让更多的人 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健全的人格 我想应该是我们未来社会 人们幸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同时也是社会 能够和谐 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那么 佛教的文化 它在中国人的这个心理建设中 它一直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个 所以首先呢 我们要认识到佛教呢 就是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心性之学 我们过去 人们对这个 如实道文化有一个定义 他认为 如家的思想是 如以治世 就是治理社会 道以养生 道家呢 他是可以帮助我们养生 就是 这个道家讲什么 道家讲 这个 长生不老 中国古代有很多名医 像什么桃虹井啊 像什么生尸鸟啊 他们都是道士 所以道家在这个心生 养生上 有他的长寿 那佛教是干什么的呢 佛以治心 就是帮助我们来解决心理问题 从认识心理问题 到解决心理问题 所以在中国的社会呢 这个佛教自古以来 它就被称为心性之学 佛教是 博大今生 佛教呢 经典有一万多句 那么关于这个佛教 对心理的认识 这个佛教讲意识 讲潜意识 潜意识在十八世纪 在西方才出现 当时佛教在两千年以前 就有关于非常丰富的 潜意识的理论 我们知道潜意识在西方 是这个 弗洛伊德 鲁格 才提出来的 但在佛教里边 维什中里边 就讲到阿拉耶识 讲到莫拿识 那么关于这个潜意识的思想 就非常非常的丰富 那同时呢 佛教他对人的心灵的认识 他除了告诉我们意识和潜意识之外 同时他还有关于佛性的思想 就是告诉我们人 他的这个生命呢 如何才能够完成自己的 自己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 他有这样的 这个每一个人的内心 都基于有这样的一种能力 以及解决心理问题的方式 所以 所以这个佛教啊 在这个中国的两千多年流传的过程中 其实他也承担着 中国人的一个 这个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的角色 这个梁启超 在一九二几年 他就讲过 他说佛教就是东方的心理学 东方的心理学 那我们先是想一想 过去中国古代也没有心理学啊 你看有很多人到寺庙里面去 这个拜拜佛 烧烧香 打打坐 然后再听一个法师 听一个老和尚 那我们这些很多社会大众 哎呀我家里什么 家庭问题啊 感情问题啊 心理问题啊 然后请这些禅师们 给他开导开导 因为我个人呢 就是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我的就是 平时就是接待很多信众 然后他们就会带着各种 这个人生的困惑 社会的困惑 我给他讲一讲 然后带他读读经 然后打打坐 这些问题就没有了 那么 其实呢 这个佛教在中国的社会 它就是承担着 中国人心理治疗的角色 就是心理治疗的角色 所以 就是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佛教 它就是中国东方的心理学 东方的心理学 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 佛教对人们的 对人们的心理的认识 和心理的治疗 它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那在今天这个社会呢 我们知道在西方啊 这个心理学越来越盛行 我们国内呢 也有很多心理学的从业者 那西方的心理学 他们也在广泛的 吸烧国教 这个用于 这个作为心理学 心理执行师 你如何才能拥有一个 自己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你怎么能够更好的 去解决别人的心理问题 那么这一块 西方的心理学 也在广泛的吸烧国教 因为我个人呢 也经常去给心理学界 讲座 对话 所以他们会看到 佛教心理学 它比西方的心理学 它对人的心理问题的认识 更透彻 对人的心理问题的解决 更透彻 这个是心理学家 普遍认识的问题 因为我在北大 北市大 在很多高校 跟这些心理学的专家 都做过很多对话 他们口面都会觉得 佛教的心理学 比西方的心理学 要透确的多 所以这是首先 我们要认识到的第一点 就是佛教是东方的心理学 对心理问题 我们一直有着透彦的 有着透彷的领导 你 你 你 下看